希望小朋友可以有自己的到达空间 有张写字台 希望可以快点上楼 有个好的合作环境 希望可以有大的空间 一家人开开心心的歌 我就满足了 房屋局局长何永然 深名劏访居民的期盼 希望尽快为他们提供适切的居所 这日他大同接受社福机构服务的劏访户 到简约公屋的示范单位参观 并且亲自介绍单位的设计和基本配备 让他们直接了解到简约公屋的特点 有自己的洗手间 一间可以看看 吃饭的地方我们当有张桌子在这里 这样的面积四五人家庭 我收多少钱租呢 是收2650元左右 我希望租金是给公屋 还要打了个九折 大家就可以储回一些钱 希望也可以帮到大家 这么很囚立未来 你慢笑你 很开心啊 听到 我觉得这里学习真的很好 就是一家几土人住在这里 我真的觉得它很舒服 可以有自己的床 是啊 没错 在香港这个这么发达的城市 仍然有超过十万户居民 在恶劣的居住环境下生活 房屋局局长何永然说 这种情况持续多一日都嫌多 你去过就知道了 一道门 很窄的一道门 打开原来一个老人家 他的生活空间就像一个柜一样 就只有这么少 有窗 等于无窗 想像现在住在劏房的市民 他的心情 他的健康 他小朋友的成长 或者他小朋友在一个这样的环境 生活了五年六年的时候 他对于香港是一个什么的印象 我们怎样用一个最短促有效的方法去帮他 简约公屋是唯一的选择 有自己的洗手间 有自己洗澡 生活的地方 令到他们早日脱离一个这么艰难的环境 这个就是简约公屋他的社会价值 我会形容就是帮助这些劏房居民的一艘救生艇 我觉得这个价值是无法计算的